大家好,天然的绒酸王终于被发现,每天吃一点,血酸乖乖退去。 血酸是一种心血管疾病,心血管疾病是当今社会,得人类健康的头号公敌,它的发病率和致残率已经远远高于其他的疾病。 这让我们对心血管关注度也比以前大大的提高了。 血酸最主要的特点是家族遗传性,反复发作性,症状严重性。 血酸是平时无声无息,一旦发病,患者会非常痛苦,还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。 血酸会使人体内的毒素就会难以排出去,然而引发肾衰竭。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多注意,多吃些能预防血酸形成的食物。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食物。 1. 玉米 玉米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,可帮助我们快速地进行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,以此预防血酸。 2. 大蒜 大蒜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,血酸就是其中的一个。 因为大蒜可以挥发出辣素,来消除体内不断积存下的脂肪,有明显降脂作用,可以预防血酸的产生。 3. 洋葱 洋葱里面的前列腺素A含量非常高,这个前列腺素A可以扩张我们人体的血管,降低血液中的粘稠度,让血管的压力减轻,从而起到降血脂和抗动脉硬化的作用。 多吃点洋葱能很好的预防血酸。 4. 黑木耳 黑木耳含木耳多糖、维生素、蛋白质、胡萝卜素和钾、钙、钙、铁等矿物质,其中木耳多糖有降糖效果。 5. 苹果 苹果富含维生素能有效防止脂肪聚集,还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,从而很好的预防血酸的形成。 因此很多经常吃苹果的朋友身体大都很健康。 此外除了注意饮食去预防血酸的形成,还要多运动,少喝酒,才能让血酸远离我们。 有一个非常简单逆行的方法,就是维持良好的运动习惯,多做一些有氧运动。 在吃这方面主要是饮食,要清淡,多吃低脂肪高纤维的东西,如有基础疾病如三高,就要药物干预治疗。 一旦发生脑血栓,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就诊,控制体重,情绪避免激动,保持充足睡眠,养成良好生活习惯,避免过度劳累。 每天写点健康养生常识,关注健康,关注养生,感谢大家的阅读,喜欢的朋友欢迎收藏评论或转发哦,期待下次与您分享,感谢您的观看,节目每天更新,欢迎订阅。